嗨大家好我是比利 那我们今天来开箱音寿新装版 但是在开箱之前呢我想先花几分钟来回应一下上一个影片 因为刚好昨晚东力在官网也有做出回应 加上不少朋友私底下也有问我不少问题 虽然我不是很想再提起这件事情 毕竟它是属于比较负面的资讯 但我想还是有必要跟大家厘清几个问题 毕竟这次事件沿上了蛮大的 首先关于昨天东力发出的回应 我必须说这并没有真正回答到大家的问题 所以绝大多数的留言还有分享都是属于比较负面的 那关于硫酸脂的部分 我相信这应该不是运送所造成的问题 我会注意到这件事情是因为刚好台中医哥敲我 他告诉我说他的硫酸脂已经变形了 我那时还想说他的运气真好 第一本就拿到了输王 但是当我晚上要拍片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的硫酸脂也跟着变形了 所以虽然不确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但我想应该不是运送或者是包装时所产生的问题 接下来关于裁切的部分 有些朋友问我说这件事情是否真的有那么重要 有哪本漫画是不裁切的 在这边我想先给大家一些概念 首先我们所有看到的漫画大多数都是有经过裁切的 所以比起原稿 多少都会有一些画面上的丢失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在书本制作时 会因为不同的开数以及长宽比例而有不同的裁切法 一般我们所看到的36开小曼单行本 通常裁切的方向是尽量保持原稿的高度 然后把书的宽度切掉一些 让整本书可以只丢失一些宽度的条件下 尽量保持最大画面 而32开以及这次25开完全版的画面 则刚好相反 由于书的宽度比较宽 所以在裁切的时候 会选择保持书的宽度 然后把书高上下两端给切了 这样虽然损失了原稿中上下两端的画面 但书宽会被尽可能的保留 当然这边说的尽可能保留也不是说都没有切啦 那么这次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 还记得我在影片中提到一个重点 那就是拆书扫描这件事情 其实在台湾很多漫画出版社 为了降低授权金 很多书并不是跟日方拿原子印刷档 而是拿一本日本漫画 拆开后扫描做后置 其实只要后置的技术好 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张图是小乱的魔法家族其中的一格 这是扫描下来的原始图 而这是后置后的图 原本的网点坑坑巴巴的 但后置后画面就好了很多 所以拆书扫描真的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回到问题 我在上一个影片所提到的重点是 如果16年前东力没有拿到原始档 而是自行拆书扫描 那么依据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单行本的书宽已经被切过一次了 扫描后置再怎么厉害也无法还原被切掉的画面 而现在这个单行本的比例 为了符合25开完全版的画面 必须切掉书高上下两端然后放大 这个问题就很像20年前 那时候电视机的画面正从4比3转变成16比9 以前的DVD都是被切过宽度的4比3画面 但有些商人为了赶时效推出16比9的DVD 他们做的事情不是去找原始没有被裁切过宽度的影片 而是直接把4比3的影片上下再切掉 让画面符合16比9的比例 结果整个影片就只剩下中间那一小块 虽然漫画没有被切得那么严重 但这阵子我要表达的问题 接下来有朋友问我 单行本的图就单行本啊 故事也没有变 有必要计较那么多吗 它也不会因为单行本变成完全版 所以故事内容就有差异 而且翻译也修正了 我们实在没有必要特别找出版社的麻烦 没有错故事并没有改变 但这不代表完全版或新的版本里面的图没有被天笔或者是修正 而且天笔修正这些在新版的漫画里面是非常常见的 我这边先给大家看几个小地方就好 在这一格小跨页里 完全版的书宽因为比较宽 为了保留更多的画面 所以完全版跨页的位置被小小移动了 这个是一个比较小的修正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天笔后的修正 这只猫 就是基社长的领结一开始是白色的 但后来因为配合动画的用色 所以在完全版的时候做的天笔 或许对很多人来说 这样的天笔可有可无 但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相信你会觉得非常可惜 因为动力完全版没有这些元素 有朋友问我说 我们是否对台湾的出版社太过苛刻了 在台湾却要求日版的品质 我想说的是 我虽然是拿日版的书来做比对 但并没有要求台湾的书 一定要达到日版的水准 今天动力的问题 并不是出现在彩页上哪里有色差 或者是印刷没有印好 更不是没有日方的原始档 而是不该拿单型本的版 放大做完全版 今天动力即使是拿日方授权的 单型本原始档 有着日版印刷的品质 问题依然存在会被沿上的 今天如果动力是再版14卷的单型本 跟你说 大家一定跟01一介处再版一样 真香 如果再插入几张彩页 不管彩页印刷的多张 大家一定充满感谢的心 再插都好过黑白页不是吗 这根本功德无量啊 但今天这个是水星领航员完全版 所以不能这么做 提出问题之前 我们必须先做好区分 而且千万别小看台湾出版社的印刷 如果有看过粉丝团前面的书评 在幸运女神爱长版第一件的时候 我们给出了评价是比日版还要更优 尖端的城市猎人完全版 我们也给出比日版更优的评价 所以技术上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我们并不是这样要求 最后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作品 那么也请尊重喜欢这部作品的大叔们 这部作品如果只被归类在 拥有粉红少女心的人才会看的话 那就真的有点太可惜了 就像我不会说鬼灭之刃 只是一部杀来杀去看妹妹的漫画而已 而且每一本书对每一个不同时期的人来说 可能背后都有不同的意义 所以我们大家互相尊重就好 最后的最后 有些朋友说我在影片的后面 都是在帮出版社讲话 我是不是有受到些什么样的困扰 我想说的是完全没有 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出版社跟读者的站位比重来说 我大概是出版社6 然后读者是4的角度来分析事情 我不完全中立这件事情我承认 因为我想做的事情不是无限的沿上 而是希望能够改善环境 我个人不太喜欢酸民的文化 我很单纯的就是希望事情能够得到改善 好啦 水星领航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希望之后不会需要再做出任何的回应 回到今天的主题 我们做英寿新装版的开箱 其实我个人蛮喜欢杜莱优语的 我第一次接触到她的作品是《幻梦游戏》 那时候我还是中学生被丢到加拿大读书 当年在国外很少有机会可以看得到漫画 所以虽然知道是少女漫画 但也好过没有 后来发现《幻梦游戏》的设定真的是蛮好看的 原来少女漫画也可以那么有趣啊 这大概是当年王道乐写漫画之外最让我意外的 所以后来一直都有追着杜莱优语的作品 但到了英寿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所以这套漫画我一直没有看也没有收 所以虽然有不少朋友推荐给我 我也知道这是一部蛮有深度的作品 但是BL的封印我实在无法突破 所以也就没有深入去看过这部作品 所以这次开箱我只能非常肤浅的跟大家讨论一些印刷上的细节 无法给大家太多深刻的背景 那我们就直接看书吧 我们先看一下这是新装版套书的包装 原本我以为这会是个书盒 结果这只是一个书圈而已 新装版的三个封面跟旧版的虽然是有对应 但都是重新绘制过的 而且封面的质感非常好 但李峰就给了很妙的感觉 新版跟旧版一样都是25开的大小 券头收录的彩页跟旧版的不同 旧版的多了几张图 但这些图在明信片书里面有还原 墨的用色上 新版的要比较黑一点 如果旧版的是60度黑 新版的应该是40度左右 翻译上比对了大半本 基本上翻译应该都没有改变 就是沿用旧的翻译 然而有些日文的撞声字被改成了中文 但是所有的文字都有经过重新排版 虽然移动的位置很小 但可以确定都有经过调整 不是拿旧版的直接来印 而且有些文字的断句也有修正 新版的图有稍微缩小了一些 所以包含书宽跟书高都可以同时保留更多 虽然在只有画框的页面会觉得图比较小一些 因为其他部分都是空白的 但在大部分的页面里 可视范围就会变大许多 我稍微量了一下旧版的可视范围 大概是新版宽左右各裁掉0.3公分 高的部分大概是上下各裁掉0.5公分 也就是说新版的书宽多了0.6公分 而书高多了将近1公分左右 算是蛮大范围的 这也是我觉得新版很棒的地方 原以为新版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但看到后面才发现 原来这次新装版天笔修正的那么多啊 除了有整个完全重绘的部分外 很多细微的修正 包含从肌肉的线条开始都有不同 甚至连动作姿势也都改了 虽然这些画面让我头很痛 但对于这些价值是肯定的 新版有一个比较可惜的就是 原本在旧版后面有收录的插图跟封面页 还有一些访谈后继 这些在新的版本里面 就都没有了 这点确实是新版比较可惜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台版才有的明信片书 这个正品是买套装才有的 之前旧版的券头彩页 其实这里都能够看得到 而且颜色更好 感谢大家今天的时间 因售旧版的书在二手市场上价格并不算高 所以突然出现新装版确实让人有些惊讶 但在经过这次开箱比对之后 如果是粉丝的话 我相信这套书确实有收藏的价值 尤其添笔的幅度非常的大 这对收藏来说 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这套新装版我个人还是蛮推荐的 虽然我自己并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内容 下个礼拜的内容我还在考虑中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可能会是大黑暗的开箱 但是森林妖精的小不点第六卷马上也要发了 我其实也蛮想介绍这套书给大家的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除了帮忙点赞分享之外 也欢迎来到我们FB的粉丝团 搜寻Comic名作复活就可以找得到 连结我会放在下方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 Bye